大家好,我是C大 也可以叫我大C型 往上的字幕在這邊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完整的介紹 這次的單品要怎麼樣做穿搭 如果從這個鞋子要選一個顏色的話 我肯定是首選這個 像鴨灰 透一下 塗色都可以拿印在這個鞋子上面 因為它本 它的顏色已經是帶點灰的 刷就感 所以意思是說你怎麼穿 它都不會髒 它本身已經有點啾啾了 好,來,這雙 本系列一定要買的 大家都看得出來 它就是乾燥玫瑰粉 這個顏色就是從美妝圈 紅到穿搭界 如果你在穿這個顏色的時候 我會蠻建議你上身搭一些淺藍色的衣服 因為它會讓你的整體更有少女感 那這一雙呢 就是今年的那個2018年盆銅色 我們會叫它紫外黃或者是有露子 那以往我們都會覺得說紫色它非常難駕馭 就是很高管的顏色 那我覺得今年你在穿搭上面的話 你可以再上身 你可以大膽的運用紫色 像是粉紫色或是深紫色 你就可以駕馭 那如果你擔心自己變成藍漆姐姐 這邊放在哪裡簡單跳過來 其實你就可以選擇一些 比如說一些刷貨的設計 或是上面有一些很大的一些 一些英文字母的一些logo 那你都是可以讓你看起來比較潮 或者是如果你不敢那麼大膽的 使用紫色的話呢 你就可以加一些細 在細節上面挑選一些紫色的單品 像是choker啊 或者是紫色的手環 這雙錢大家可以給它特寫 那這種天空拿呢 其實我很推薦給就是 現在正在上學的女孩子們 因為我覺得這種 這樣子亮藍色呢 很適合拿來做制服的穿 可以看到很多就是 很多水小服啊 或者是很多女校的戰士啊 這個草綠色 其實草綠色 因為這一雙 稍微一點點麻煩的是 它有點略帶螢光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你就從 你就從它身上取一些顏色好了 因為它綠色之外還有搭配白色 你可以全身白 或是淺藍色的牛仔褲 搭上去 不要讓你的身上太重 因為你的腳已經很輕了 所以你的 我建議你的全身 還是用比較一些輕柔的顏色來帶 然後你比較不會選擇 就是頭重腳輕 就是身上的鼓勵不太對 以上是大師 為大家做了非常簡單的草綠素包 我們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的穿搭名人罩 然後呢 我們期待下禮拜 再跟大家介紹其他的單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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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